为什么你不喜欢很多的老婆 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想要更多的老婆吗 Translator Let's go Sida We talk about check yourself Your translated technology Take it easy Let's talk Chinese So introduce yourself 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 Sony Chang 但因为名字是Sony 我来听你的音乐 哪里 Anamura 中文几集 四级的学生 四级的学生 四级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们上一次招聘了一个三级的学生 好像不太行 No good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四级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你的家乡 Your hometown Where is your hometown 在Venu Venu City 就是家里是几个兄弟姐妹 两个哥哥 两个妹妹 我听说尼日利亚的男性是可以娶很多老婆的 对啊 Religion 是不分宗教的是吧 Religion 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是吧 对 基督教是一个 那我怎么看到他们工厂里面的工人的父亲 他们是基督教 但是他的父亲却可以娶很多老婆 那是因为他父亲比较有钱吗 你想娶很多老婆吗 有可能啊 想娶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喜欢很多的老婆 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想要更多的老婆吗 是是娶老婆要花很多钱对吧 对 因为呃 现在的那个经济 也是现在太贵了 现在太贵了 物价有点贵 那 Price 嗯 那意思说你有钱的话 你就可以娶很多老婆了 其实你是想的 只是你没有钱而已 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朋友们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对于一夫多妻制啊 还是合法的 当然不同的国家呢 有不同的文化啊 我们呢其实也尊重了一下 昨天反正那种装逼的人啊 我觉得真诚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初为什么想要学习中文 嗯 因为 我以前 跟中国人 那个错跟错 嗯 嗯 习惯他们的语言 嗯 也习惯给他们 做东西 以前你跟中国人一起工作过 嗯 做什么的 Dice 是这个啊 嗯 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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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翻译中文四级学了几年呢 那个一年多 学了一年多 四级就已经过了 嗯 那你还是很聪明的嘛 一年的学费 嗯 大概是多少钱 哦 学费就是你学习的费用 你交给学校的钱 嗯 一年的学费是15万内的 你觉得中国人和尼日亚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在我看来 那个中国人 嗯 他们都有 手工 他们都有手工啊 他们都有technology 他们都有技术 嗯 他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嗯 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 嗯 嗯 你觉得中国人很在乎钱 你觉得中国人对于这个钱是不是看得太重 你觉得这个好还是不好 哎呀 嗯 我们尼日亚有的时候说 money 钱不是上 money is paper 嗯 嗯 但是 中国人15万之前 嗯 嗯 四季天也是上吧 对 但是我们说四季天要去 呃 教堂做礼拜 嗯 I have a question Najerian workers come to our factory then find the work then the chinese people salary but the many Najerian people seek the money from god not from chinese so what's the problem 啊 啊 啊 可能是他们的 觉得到 嗯 想法 嗯 什么什么想法 可能是在我 关键的 religion the chinese religion money is god we are believe myself can do anything in china we have a lot of stories for example the kwafu追日 nyu wo bu tian jingwei tian hai yugong yishan this is chinese story we are believe that we can do anything so we don't believe god we just believe myself so we just working hard we just study we just do more something then we can do anything do you understand voir 你知道你觉得尼日曜人是怎么想的 那个是 是他们 他那个 让我们来 那个细节的 让你们什么 细节 细节 是他让我们来舍户 so 以后 我们死了以后 可以回去 哦 会回去 so we are different yes Yes, but we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 因为他作为一个翻译 他其实也是懂一些汉语的 有的时候我其实挺想去了解他们这个文化的 包括他们的喜好 他们喜欢什么 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有利于我未来的职业发展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跟翻译 有的时候会聊的会比较多一些 希望能够通过翻译 能够去了解他们的文化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就这样了 祝大家早安午安晚 拜拜